北岸南洋国秀 冉尼加班学生 参加今年红台北斗比球比赛团 来提下总冠军的好消息 好传好书心都很高兴 好众也特别变得 学校能够脱颖而出 获得全线的总冠军 而且获得奖金高达10万以上的奖金 真的是令人非常的确实 小朋友也非常的兴奋 指导老师也觉得说 整个训练下来的成果非常的丰硕 听说未来两年后 丰态我们这些基金会 想要把它变成一个亚洲杯的一个比赛 那学校会在这方面继续的推动和努力 把人都是算打球厉害核心去比赛 南洋国秀时整个班级都去比赛 想不到一路过关打白对手 所以后来我觉得他们很棒 就是有机会可以获胜是 刚好他们是同一个班 然后又透过彼此之间 他们可以发挥每个人的擅长的优势 那去弥补彼此互相不足的地方 我们中间那些其他同学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还是一样在中间努力的把努力存活下来 那累积那个我们的分数 就是去比那个积分的时候 我们分数才可以赢过农家 在球场合同学快乐流汗的现象 让参与这次躲避球比赛 让他驾帮核心很难忘 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代表好好去比赛 最后去联系的过程 他也说真幸好 就看到球就接了 就敬意接球 就我们有时候分组 然后打实际战的时候 就两边会吵起来 有没有中三 有啊就我在比赛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手整个踏空完 然后这里整个那个屋子 我们那时候也有参考 就是很多那个日本youtube的那个 就是他们躲避球比赛的那个活动 看到核心有这么好的表现 未来南洋国修业各位推动这行运动 保持地躲避球的好心节 记得你上场报道